大海男兒三位站在我身邊 還有一位在船上 先介紹一下 人稱黎媽紅的洪哥 對,無人不曉的魚葉街 另外兩位是令公子 文哥和強哥 接下來我回這兩天的工作 洪哥,我有甚麼要注意 我要做甚麼 做甚麼,要捱得下 要捱得下,我夠大隻嗎 夠了 我夠大隻嗎 要做甚麼條件,如果要捕魚 沒有意外,要捱得下,捱得下 即是捱得下,所以要很大力嗎 不用,是普通的 是普通的嗎 是普通的 我在工作時上網做過一些功課 聽聞洪哥,你有一張很厲害的手 發明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… 是甚麼 那些是捱得下,捱得下,捱金鼓 或者有很多雜魚 好,是一個捱… 是專門捱泥蚊的籠嗎 對 所以叫泥蚊籠嗎 叫泥蚊籠 為何捱得下這麼晚 不是要天天捱嗎 晚上比較好,流水會比較好 適合流水,魚比較容易捱 不會太大浪 即是比較容易流入籠籠嗎 對 而且比較容易收拾 日後會大浪很多 很多船、很多運作 還有時間的關係 晚上捱完之後 三、四時就拿去街市 拿去批發給別人 即是魚市開檔之前 就要捱好魚籠嗎 對 一定要這樣 如果日後捱,魚至少有幾個小時 因為魚養在這裡,不太新鮮 即是為求捕捉到最新鮮的魚 就一定要這個時間才報告 最重要的 事不宜遲,我們要出海了 好,交給你拿你的工具 是 努力吧 知道,多多指教 好 LG程軒,心燒隔 今晚11時,ViuTV